那么另外就是影响撼动美国整个大选氛围 以及气势转向的就是前总统川普遭到的枪击案 案情持续调查 美国联邦调查局翻遍了枪手的住家 查看了电脑和手机 约谈超过100人 现在解不开的谜团是 究竟这个青年的犯案动机是什么 而特进局的违安疏漏越来越明显 案发当天在前一个小时 警方第一次接获民众通报 说舞台附近有一个一直在侧距离的可疑男子 案发前15分钟接获第二次通报 民众告诉警方有可疑人士 但是当警方试图攀到逮住的屋顶的时候 一切已经太迟 枪手在屋顶举枪发动攻击 让第一个攀上的远警 立刻决定松手掀下来 一个遥控引爆器和一只手机 是美国前总统川普遇袭当下 遭击毙的20岁枪手克鲁克斯 现场所遗留的物品 综合外媒报道 警方判定遥控引爆器 连接了他车内的爆裂物 目的应该是想深冬即息 CNN取得消息指出 其实在案发前一小时左右 就有民众募集克鲁克斯行机诡异 在舞台附近看手机和测距仪 立刻通知警方 枪手当时离发动攻击的建筑物并不远 克鲁克斯最后选定的建筑物 距离舞台不到150公尺 执法单位部署的狙击手 都待在舞台区旁的屋顶上 在川普上台前15分钟 警方再度获报 看见克鲁克斯出现在建筑物旁 身上有一个背包 但没有看见武器 当川普刚走上舞台 克鲁克斯仍在建筑物外的空地 但他随即进入建物爬上屋顶 两名远警也在这时靠近 其中一人试图从外部 抓住屋檐往上爬 抬头一看才惊觉大事不妙 因为这时克鲁克斯手上 已经拿着一把枪 朝远警瞄准 远警无奈无法拔枪 只好松手 枪手紧接着转向舞台 发动攻击 川普乌尔蹲下后 克鲁克斯的位置 也被特勤局锁定 当场将他击毙 当天负责川普为安的美国特勤局 从枪击发生以来 面对排山倒海的指责声浪 美国众议院议长强声 17号呼吁特勤局长应该辞职 并宣布成立两党特别工作小组 调查枪击事件 美国国独安全部 已经展开独立调查 17号下午会同司法部官员 一起在国会山庄进行简报 有批评认为枪手所在的建筑物 是属于当地警方为安范围 美国特勤局长也做出说明 同时他也驳斥 在当天活动上 特勤局并没有精简人力部署 美国特勤局长强调他不会因此辞职 不过22号一场众议院 监督委员会的听证会 已经要求他必须出席 就枪击案接受质询 根据美联社报道 目前FBI已经破解了 克鲁克斯的手机 也调查了他的住家 个人电脑和车辆 前后约谈超过100名相关人士 但仍无法厘清他的犯案动机 克鲁克斯做案用的步枪 是父亲2013年购买 让枪支的相关管制法令 再度成为焦点之一 不过就算受害者是前总统川普 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的 各州代表人坚持 枪击案与法令管制没有关系 在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会场外 琳琅满目的纪念品 最受欢迎的就是 川普遇袭的照片T恤 一件要价50美金 约合台币1630元 有人一口气买了8件 打算送给亲朋好友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不到四个月 突发的枪击事件 凸显出为安舒适 美国政治计划对立等问题 都在持续延烧当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聂设计划的 公布 我们下集了 我们下集的